哦 走过 行政院文件会所属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12月1日与该团雾峰演奏厅一楼大厅 欢度62周年庆 文件会主委翁金珠 副主委洪庆峰 主任秘书柯基良 以及台中市南投县 彰化县等文化局局长 皆到场致议 现场新旧团员 艺文件贵宾云集 大家齐聚一堂分享喜悦 显示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这几年来努力耕耘的成果 这一天真是国内音乐界难得一见的盛会 现在是一个资源整合的时代 我们资源整合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个跟社区的资源整合 跟县市文化中心的资源整合 那跟县市文化中心的资源整合 我们希望透过跟文化局的合作 每一个县市有特色的节目的时候 如何跟各县市文化中心的合作 把节目送到各县市文化中心去 但是我觉得说 更希望就是国内交道 到之后慢慢慢慢这个乐团 当然这是一段很长的路需要走 就是说这个乐团要从后来 做成一个整体 然后大家感觉上就像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整体的乐器 2007年国立台湾交响乐团62岁 却更显冲劲与澳人的实力 文件会媒体公关组雾峰报导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